上期我们说了美国东海岸的碧光国家公园 今天我们直接横跨美国来到接壤太平洋的美国西部 如果说东部的国家公园只是热身厂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美西国家公园 直接就来到了黄金厂 当然既然是黄金厂 那么自然还有钻石厂留给我们下面的几期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国家公园之旅吧 老规矩 从上往下 从北向南说起 首先进入榜单的便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西北部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看到这个名字 大家肯定不禁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联系起来 但其实没有半点关系 这座国家公园是因为园区内的奥林匹克山脉而同名 公司保护区三面环海 内地雪山 半山坡却是温带雨林 所以形成了海岸山脉 和雨林同时呈现在一个国家公园的罕见生态环境 植被气候的多样性也造就了动物的多样性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海洋野生动物 金鱼 海狮 还有在空中翱翔的猛禽 亦有栖息在陆地的野牛棕雄一路 而在这里 不管是徒步在雨林苍天大树下的通庸小径 还是仰坐在水天一色的银色沙滩 亦或是乘船掠过镜面般的湖泊 都是一次难忘的国家公园之旅 第二座入榜的便是位于加州大名鼎鼎的 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所谓人如其名 这个国家公园也犹如它的名字一样优美 位于内华达山脉西路 占地3000多平方公里 5亿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海洋 地壳的运动将这里变成了绵延起伏的山地 后来又经过大地震 让内华达山脉倾斜 同时马赛河一刀而过 切割出巧夺天空的微型山谷 至此优胜美帝也揭开面纱亮相诗人 在优胜美帝没有绝对的最佳观赏季节 因为美景无时无刻不在 4月5月的雪山瀑布 6到9月的绿水青山 深秋季节的五彩缤纷 以及冬季的银庄素果 任何时候来一趟优胜美帝 都会收获自然的美好 与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径 游览完了好山好水 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那就是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为什么说不一样呢 因为在这里只有沙漠巨石 干燥与荒芜 距离洛杉矶只有两个小时路程的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完全没有了城市的踪影 这里是典型的沙漠气候 昼夜温差大 所以园内长满了造型独特的 大型短夜丝兰 又被亲切地称为G-Tree 在这里最佳的游玩方式 就是徒步与攀岩 同时也是天文摄影爱好者 以及野营探险者的天堂 所以如果是小情侣甜蜜约会 或者是三口之家的温馨之旅 这里可能不是最合适的选择 但是如果想要感受 大漠沙如雪 燕山岳丝沟的自然奇观 这里绝对能够带给你 无尽的感慨与狭想 小编介绍了这么多国家公园 大家可能会发现 徒步是游览国家公园 最常见的方式 那接下来出厂的这座 被誉为徒步者的天堂 那就是西安国家公园 这座位于犹他州的国家公园 以其独特的景观 和多达几十条的徒步路线 每年吸引几百万游客的前往 虽然在犹他州 但是距离洛杉矶六个小时车程 所以将其归属在了美西的范畴 这里小编插一嘴 往往六个小时的驾车通勤时间 是一个分界线 根据统计 如果车程超过六个小时 很多人更加愿意选择飞机出行 当然如果你是个开车小龙手 环游全美不在话下 那就另当别论了 既然是徒步者的天堂 那么来到西安 就是徒步了 私家车再忘记也不允许进入园区 介绍两条徒步线路 一难一意 大家量力而行 首先是比较简单 且趣味十足的 The Neros徒步路线 走这条线路将会经历一段水路 绝对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还有一条以危险 及超越长度而著称的 Andros Landing 这是全美十大徒步线路之一 完成后甚至还会有证书 这条线路的难度 在于基本都是山路 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 登顶后 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 最后一个入榜的国家公园 又是一个重头戏 那就是富如皆知的 大峡谷国家公园 作为与珠穆拉玛丰齐名的 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 它的含金量 小便无需赘述 可以说是美国这六十多座 国家公园里必去的一所 来到克罗拉多大峡谷 只需要干一件事 那就是看景 选个合适的天气 找个合适的角度 可以静下心来 欣赏大自然 给你导演的绚丽篇章了 峡谷两臂 岩石属性 以及含矿物质的不同 在阳光的照耀下 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并随着阳光的强弱 天气阴晴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天的时光中 尤为壮观的便是日出与日落 但是如果大家时间 充裕且不差钱 就可以试一下直升机观光项目 乘坐扳机 遗落千丈 抵达故地 近距离感受 克罗拉多河的蜿蜒秀丽 以及仰望峡谷的壮观 好了 今天的美西必逛 国家公园榜单就收到这里了 其实在美西 国家公园 绝不仅如此 比如还有同为峡谷风光的 死亡谷国家公园 以及以湖景出名的 火山口服国家公园等等 由于西部 地形和气候的多样性 所以形成了非常多 奇特的景观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西 成为了众多游客 来到美国后的首战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 我们转战更大的一片江土 美国广袤的中部地区 看看在这片土地上 有什么好的国家公园 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欢迎关注订阅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